大家好,我是彤彤,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上个月黑五买买买的开心吗? 反正我是挺开心的 我想把我的快乐传递给你们 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我买了这么多有的美的 被我堆成了一个快递圣诞树 里面很多我都不记得买了什么了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下单了之后过了好几天 收到快递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 这样在拆快递的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 而且开出来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特别开心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天气 你们看看这我的天 我一定是仙女吧 我住在云里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一起来开箱吧 那我们就从最上面一件开始开吧 这是一件这样短款的小外套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银色金属环 这个穿起来应该还蛮酷的 但它比我想象的要薄好多呀 这件是来自名字叫做 DANIEL GAZIO 应该是这么念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这个牌子的 看得见吗 这个牌子的 这件衣服有一点那种化学工业的味道 其实有点失望 因为它的价格其实还蛮贵的 它原价要大概三四百 然后我是在它打折的基础上 再额外加六折买的 所以到手差不多一百六 不太记得了 OK下一个 啊这是我买的 look fantastic的东西 首先买了一个这个伊丽莎白亚顿的粉胶 我是想作为早C1A的1A用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洗面奶 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说它是氨基酸的洁面 然后洗得特别干净 这是一罐这样子的 然后它是磨砂瓶 它里面是这种凝胶的感觉 如果用完好用的话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伊丽莎白亚顿的防晒 好小一支啊 让我挤出来看看 它怎么是有颜色的 它是有颜色的 粉肤色的这种 可能可以拿来当做妆钱 我觉得好润啊 这个防晒我听说是特别适合 秋冬的时候使用 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 买了两瓶这个girl gorgeous的洗发水和护发素 它是秃头女孩专用洗发水 名字叫做 Intense Sickening Shampoo 希望它能拯救我的秃头 求求你了 接下来这一单买了一个 这个 Illuminate的一个眼罩 这眼罩听说非常的柔软 因为我家真的是采光太好了 我感觉我睡觉的时候都要涂防晒 每天早上都要被晾醒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眼罩 一个舒服的眼罩 而且它超大的 而且它还挺蓬松的感觉 好可爱 然后是一个Erno Lasso的这个 冰白面膜 这个面膜超级好用 它是由一瓶这种水 一包这种粉末组成的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把两个混合 它会变成粉粉的像胶水泥 就像这样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像这样 像这样的固液混合物 把它敷在脸上过个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它会变成稍微干一点的 像蛋白一样的固体 然后你把它接下来 里面的皮肤就会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虽然这么说有点不要脸 但是它其实只是及时效果比较好 过了一整天以后 皮肤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就是当下那种即刻的效果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买了一个和这个眼罩同一个牌子的枕套 因为它非常柔软嘛 而且很滑 它可以预防皱纹啊 然后对头发也比较好 就因为它非常的丝滑 所以就不会这样压出皱纹 它是这个意思 反正因为我之前买了两个真丝的枕套 那两个真丝的枕套特别难打理 每次都要手洗 我后来真的因为太懒了 懒得手洗 我就把它丢进了洗衣机 然后洗出来它就变成一坨麻布 皱皱巴巴的 然后铺起来也是皱皱巴巴的 特别的丑 而且它颜色我感觉还掉了 它本来是一个很亮的粉色 后来变成了一个暗淡的灰粉色 所以我就打算换两个这个整套用用 这个应该就可以激洗 对这个可以激洗 然后又是一盒冰白面膜 下一个我买了一个这个 费洛加的十全大补面膜 听说这个十全大补面膜还挺好用的 我就买来试试看 这是个啥呀 这好像是个送的 嗯很多的小药 眼膜 唇膜 眼膜 什么阿牙 Julie Cole的Rose Water Balancing Mist 玫瑰水的喷雾 这应该是个护手霜或者身体乳 然后是一个lipstick 哇好小一只哦 它是一个好像唇釉之类的 哎呦喂 啊它是一个慕斯的质地 是这个颜色 这颜色我觉得涂在我的嘴上应该不太有气色 它是一种带灰调涂调的这种美紫色 还有一个111Skin的这个洗面奶好像是 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面霜 还有一个Toly Moly的这个泡沫洁面 然后是这个称作法国大宝的一个妆前乳 拔算 小样就是这样 这都是送的 谢谢 买东西送那么多东西 太划算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在Selfreds买的 然后是一个八片装的亚诗兰黛钢铁侠面膜 这是我用过 我觉得纸质面膜里面最好用的 这个面膜它之所以叫钢铁侠面膜 就是因为它外面有一层像锡纸一样的东西 感觉可以锁住面膜精华里面的水分 它敷在脸上的时候会微微的发热 而且它的面膜纸非常的厚 可以敷到30分钟 这个面膜用完之后的两三天 你就整个脸发光的不行 太好用了 这是我每次打折壁臀的一个面膜 然后我还买了两支MAC的 这个新出的Powder Kiss Liquid Lip Color 是它们新出的这种粉雾质地的口红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叫Devoted to Chili 是一个最热门的色号 一个超美的红棕色 哇好丝滑呀 这个颜色好美 我囤了两支 而且这个颜色就经常断货嘛 所以我就先囤了两支 万一我丢了之类的 或者可以送送人之类的 接下来这个 这是我买来送给别人的礼物 它是一本面膜书 你看它这个包装也太可爱了吧 它打开里面装的就全部都是面膜 这个当做礼物送给别人 就感觉特别有面 超可爱的 而且它里面啊 就有大概 12345678910 它里面有一共16张面膜 而且它还有这个EE Skin 的这个面膜已经很贵了 单买的话它都很贵了 然后它还有这个Dr.Jart 这个超好用的这个小药丸面膜 还有另外一个EE Skin的面膜 它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 这两个面膜就要很贵了 然后这一大包只要60多块钱 而且还大这个 所以我觉得当做礼物送给别人特别好 接下来是ZARA ZARA还给我送了香水的Sample 这个还蛮好闻的 这个有点好闻 我买了一个格子的小长裙 它是绵的 好好看呀 这条裤子的面料还挺薄的 所以如果住在天气比较寒冷的地方的小伙伴 最好在里面再搭配一条打底袜 不然冬天可能会冻出老寒腿 我在ZARA还买了一件羊羔的小短外套 它前面两个口袋是这种棕色的皮的 我觉得超好看这个颜色 而且它的这个扣子也超可爱 它是像这样子的小皮扭扣 而且它还可以把这边饼子也扣上 就在冬天特别的保暖 它整个摸起来特别的柔软 感觉像抱了一只羊 然后是一条这个大腿开叉的地方 有一个水钻的这个裙子 哇这个穿上好性感哦 这水钻还挺亮的 质量还挺好的 它整一个裙子呢 也是一个断面的 我买的size是一个XS 我觉得应该刚好 这条裙子的叉开的也太高了吧 我感觉我的内裤都要露出来了 它离我的内裤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坐下的话 就很容易走光呢 而且我感觉我这样子会勒 这边会勒出大腿的肉 哇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包裹啦 Oh my god 你们猜猜猜是什么 你们看到这个防尘袋了吗 我也是拥有BB的人啦 好开心啊 天呐 好美哦 你好可爱哦 Oh my god 这个皮好软啊 这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 谢谢他 他要给我背上生活的枷锁 好重 好喜欢 我要抱着他睡觉 这是我的枕头 他确实这个链子还挺重的 你别说 我救命啊 好我就要一直背着他录接下来的视频 然后是一个大家伙 这是什么 是一双Mason Mojila的鞋 他买了一个这个颜色的Tabby boots 他也太好看了吧 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奶茶的颜色 太可爱了 这皮质好柔软啊 它旁边是这么开的 就没有拉链 这个设计我好喜欢啊 这样就隐藏在里面 这鞋子太可爱了 我是在一个叫HBX的网站上买的 而且我买的时候 它只剩下最后一双我的买了 我是在它七折的时候买的 已经特别划算了 这个皮好香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 我的美鞋太快乐了 哎呦好难过呀 这双Tabby boots我居然穿不进去 我刚刚使劲塞 根本就塞不进去 看来我高兴的太早了 我重新把这双Tabby boots包了回去 我要把它拿去退掉 所以我提醒一下想买Tabby boots的小伙伴 你们想入Tabby boots的话 一定要选大半码或者大一码 我要去网上蹲蹲看有没有大半码或者大一码我的size 接下来这单是other stories的 首先我买了一个这个方岭的针织衫 我觉得这件应该穿上特别的鲜瘦 冬天穿的也很舒服 因为它的这个材质还挺柔软挺顺滑 喜欢 然后是一件这个像小公主抛抛袖 然后还有松紧的一个小衬衫 还是有一点这种透明的沙沙的感觉 这件穿上应该也挺可爱的 然后是这一件这个大衣的颜色我超级喜欢 它这种很小很小的小格子 它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加上淡淡的紫色的这种 而且它外面是这种绒绒的毛的感觉 很舒服很暖和 这种绒绒的质感呢特别像是羊绒或者羊毛 还有67%的羊毛 而且它里面的内衬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颜色是这种断面的卡其色 我觉得也很好看 而且它的扣子是这种按压式的扣子 就还挺方便的 嗯 喜欢 它的SORRY这一单就买了这些 但是呢 我在店里也买了几件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是一件超级浮夸的这个亮片 哇 这也太闪了 这在镜头里看着实在是太闪了 它的亮片呢是这种非常密的 然后软软的这种亮片 现在它这样摸着啊 一点都不会扎手 而且这个亮片也不会掉 质感非常的好 因为它全场不是八折还是七折嘛 所以我到手的时候知道 一百多块钱 它原价是一百七十九 我觉得一百多块钱 这个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穿着去参加年会啊什么的 就中间这样系一个腰带 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看 就是全场最亮眼的那一个 这我打算可以参加圣诞party的时候穿 就当做一个西装裙穿 然后配一个皮靴 然后在阿尔德Stories 还买了一件这个 鲍纹的小短裙 而且它是个长袖 它的这个光泽特别的好 像是绸缎一样的光泽感 这件衣服最绝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这个肩部的地方 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垫尖 哇 这穿上你整个就是直脚尖好吗 非常的有气场 而且还很性感 这两件简直是参加party 必备战服 最后一单呢 是Mango的一大单 首先是一件这个米白色 然后带一点点奶茶色的这一件衬衫 它整个材质还挺薄的 我就是想在冬天的时候 把它作为一个内搭 来搭配一些毛衣啊 然后毛背心之类的 然后是一条黑色的皮裤 摸着还挺柔软 这个光泽感还挺好的 然后是一件黑白千鸟格纹的毛衣 这个毛衣质感还不错耶 而且感觉也不会渣 它的黑色里面 还夹杂了这种金葱 它的整个毛衣的形 还有点抛抛袖的感觉 我觉得穿上应该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我这件买的是medium size 我觉得袖子这个地方有一点大了 应该是这样子就比较合身一点 这样现在这个手臂这个弧线 这里感觉怪怪的 而且这一件因为有这些金葱 所以穿在身上还是稍微有一点渣的 我可能会把这件给退了 然后是一件这个深蓝色牛仔布的衬衫 这个我觉得搭配在毛衣里面 也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是这一件特别可爱的毛衣 它的颜色是米色加上棕色 天蓝色和灰蓝色 这个格子是很大片的这种格子 这个穿上就感觉特别看起来 特别的干净舒服 而且它的质感也太好了吧 这一件才多少钱呢 这一件才50块钱 面料很厚实 然后质感就这么好 而且我在官网上看到 它是拿这个衬衫 牛仔衬衫搭配这件毛衣的 我觉得哇超级好看 黑屋买的这些包裹我都开完啦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黑屋之前 有一些电商提前开始打折的时候 买的一些东西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酷的鞋 这个是来自一个中国设计师叫 Andro Chen 它的设计的灵感呢 是来自这个龙的牙齿 你看它这个鞋底 就有很多像牙齿一样的这个感觉 这双鞋我已经看上它好久了 而且这双鞋穿上增高非常多 会显得腿特别的细 它这一块特别高嘛 就感觉像平地高了10公分那么多 它其实和今年特别流行的Prada那双坦克鞋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因为它底部的这个牙齿很大嘛 而且它的底也非常厚 就不会像其他平底鞋 在冬天穿的话会显得头重脚轻 而且它最酷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鞋带和上面这个鞋头的地方 它是可以反光的 所以你如果用闪光灯拍照的时候 它就会反射出这种条纹 超级酷 因为它整个鞋都是用鞋带捆着的 就感觉像是一只被禁锢了的龙 我觉得超酷这个设计 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 觉得有点恶心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是好喜欢啊 它的鞋带也非常酷 它的鞋带是这样两根的鞋带接起来 就特别的有设计感 这双鞋的自重其实还挺重的 就感觉像拖了两个牵球走路 但是我作为铁腿头 我是可以驾驭的 就提醒一下你们 希望你们谨慎种草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重 但是我穿着它逛街 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觉得我可以 你们应该多锻炼锻炼也可以 我推荐大家如果喜欢这双鞋的话 最好入小半码的 因为它这双鞋有一点点偏大 而且它已经这么大了 比我的头还要大了 你就不希望它过于大 然后显得比例失调 接下来这双鞋是Maison Margiela的这个平底的板鞋 我买了一双这个黑色的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了 要跟我的小猪蹄放在一起 我一直纠结是买白色还是黑色 但我觉得这个黑色的更好看一点吧 白色可能不太耐脏 接下来呢是这个Totem的裸色的公字背心 这件背心真的设计的特别的显瘦 而且又很百搭 你就直接在外面穿一个认知开衫 那就很好看 很简单 然后我还买了来自Common Matters的一副耳环 是这个小紫色的 然后它像半个Doughnut或者是Vagel 反正超级可爱而且圆圆的很轻 虽然我短发遮了遮住都看不见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它 看得到吗 是长这样的小耳环 真的超级可爱 一个小Doughnut挂在耳朵上 而且这个颜色我也超级喜欢的 我觉得我可以把耳朵这样露出来 然后在Essence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Lamere的牛角包 我买的颜色是这个最像牛角 最像可颂的一个这个小牛角包 而且它是一个小号的 可以装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它里面是一个帆布的材质 它外面是小羊皮的 非常的柔软 而且它的肩带也是皮的宽肩带 就感觉特别的极简大方 它的这个小拉链也是一个超级可爱 然后软软的 我感觉看它我都看饿了 冬天穿个大衣 然后背上它就超可爱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哎呀 我太幸福了 都是我的宝藏 我觉得我就像一只龙 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 堆在我的巢穴里面 然后每天看着它们我就特别的幸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的朋友们都超级喜欢来我家逛街的 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不能出门逛街 都比较危险 他们就来我家逛 这就是我这次黑屋买的所有的战利品 那些护肤品如果用的好用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 OK 那么这就是这期快乐开箱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我会把这期视频的所有单品信息 都放在下方的信息栏 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查看一下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